其實這個是閒聊啦 其實我們覺得是跟記者 他媒體打尿丟 他問了很多很多 這個用詞過重過當 我也表達歉意 我這個工程師的直率的個性 那其實也是反映我內心的焦慮 我們當初也希望說 我們實在是沒想到韓國瑜會相信 那你如果留在高雄 把市政好好鎮守高雄 那台北當然是還需要出選 那如果郭台銘出現 這個組合我是覺得100分 韓市長的任何一個決定 我們覺得都會攸關台灣的未來 民進黨裡面很多也是國民黨過去 包括在過去 很多美國的總統 雷根好像林肯也是跟我講 很多都是換過政黨 政黨就是理念的結合 我跟你理念相同 我可以在你 就是我教你這個政黨 理念不合我就離開 我跟你講這個是稀鬆平常 我現在的理念跟民進黨 格格不入 我現在的理念跟工黨格格不入 就像兩岸關係 我是覺得 我們就是要和平 要往來 要多交流 這個 這個 和平發展 理念不同 你離開 我想這個應該 互相也可以祝福 也可以 也不用攻擊 民進黨已經罵我 罵大概快十年了 從我那時候 要進選開始 那現在證明 我當初 國黨現在更正凸顯 現在民進黨的理念跟我們 其實是差距很大 韓國人在罵我 所以我想說 你們是 你們的罵華 怎麼跟當初的民進黨 很相像 很相似 兩岸共和小組 這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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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一務之急 那 如果有需要 有需要 我來協助的地方 我也願意 我也願意 那隨時 如果不需要 我隨時 然後到後來 這個 有很多波折 到後來就是說 好像韓團隊 沒有找你入口 然後又有媒體報導說 好像韓國也不希望 就是韓國有種被 情緒勒索的感覺 那個 都不是事實 這個 韓市長他有跟我 有 有 我們有 其實這個 都不是事實 其實當初 也沒有求官 現在 他在討論 你